从咕咕坠地的那一刻起就需要摄入食物 起初以母乳或配方奶粉为主 四到六个月后逐渐添加腐蚀 慢慢地接触的食物越来越多 身体对营养的需求量也随之增加 饮食需遵循一定的饮食原则 有助于健康长寿 如何科学饮食 一,补充足够的蛋白质 蛋白质是生命之基础 组织修复,头发生长均离不开蛋白质 摄入的蛋白质不足可减弱抵抗力 一,受到致病菌入侵 加快衰老速度 一,导致营养性水肿 所以每天饮食中都要有蛋白质 其中优质蛋白质应占到三分之二 比如鱼肉,瘦肉和豆类以及奶类等 二,避免热量超标 热量超标易造成肥胖 肥胖可增加患病风险 比如糖尿病,心脑血管疾病,高血压和痛风等 因此因根据年龄 每天的体力活动量来计算需摄入的热量 三,少吃高脂肪,高胆固醇食物 成年人每天摄入50克脂肪即可 摄入过量亦造成肥胖 增加患慢性病风险 同时也需控制胆固醇摄入 以免造成动脉硬化和胆食症 尤其是少吃动物内脏,蟹黄和鱼卵等 四,控制糖射入 果汁,冰淇淋或雪糕,饼干和蛋糕中含有大量糖分 不仅造成肥胖,增加一线负担 而且也会导致取齿和醋疮等 成年人每天的糖摄入量不能超过25克 尤其是控制加工糖摄入 五,控制盐摄入 日常烹调食物中不能缺少盐 但需控制量控制在6克以内 以免高盐饮食而又发高血压和肾病 除了控制吃盐外 也应少吃腌制或熏制食物 例如咸菜,咸鱼和腊肠等 六,补充足够的钙 提供足够的钙能促进骨骼健康 可以从牛奶,豆制品,海产品 以及绿叶蔬菜中获取 每天的盖摄入量应达到800毫克左右 能降低患骨质疏松风险 帮助降低胆固醇 防止肌肉抽筋 七,补充维生素 不同的维生素对身体的益处不同 比如维生素C能增强抵抗力 维生素E能对抗氧化 维生素D能提高骨密度等 因此应着重补充维生素 可以从新鲜蔬菜和水果中获取 加一均寄予 从小就要培养良好的饮食习惯 不能挑适和偏食 拒绝暴饮暴食 以免造成消化功能紊乱 增加肠胃负担 保持一日三餐规律 吃饭时做到细嚼慢眼 吃七到八分饱就行 摸住于维持体重和长寿